胡人苦追25.5加5.8梦中人无果后,两大球星却自良机,得其一能抗拥NBA消息,自从保罗乔治答应11分4年1.37亿美元的顶薪大合同流手雷霆之后,胡人就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攻防艰巨的伦纳德身上,可惜马次管理层向胡人要求得到哈特、波普、英格拉姆、库兹马、选秀权这些昂贵的筹码, 才肯放纵伦纳德,胡人若想引进伦纳德联手詹姆斯租成双巨星阵容,那么就必须交出自己的未来,胡人当然不想如此冒险,况且,勇士队唯一的防守漏洞,也被考神填补,在狂野的西部勇士再度成为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,不过,胡人并没有为此而放弃伦纳德,而是想等到2019年夏天休赛季, 伦纳德的合同在2019年到2020年为球员选项,届时胡人可以用更低的筹码,来得到这名巨星,但是,他们又担心伦纳德会变成第二个保罗乔治, 因为在2017年夏天,胡人放走乔治去雷霆之后,他们也想等乔治在2018年夏天,变成自由球员在寻求交易,可惜辩护随之而来,乔治毅然决定继续联手威绍, 胡人可不想再痛失良机,伦纳德在上赛季因伤只为马次出战9场比赛,但在2016-17赛季,他首发出战74场,场均砍下25.5分5.8版的3.5,助攻1.8卡断了完美数据,若不是西局首战遭遇垫脚之后,他很大可能带领马次战胜勇士,北京时间7月6日,马次记者Michael Wright又有消息透露, 胡人不再是伦纳德的首要去处,他更想去快船,Michael Wright称道,伦纳德并不想去胡人当詹黄的二把手,现在快船才是他想去的地方,但快船配置目前是在太烂了,从这位跟对记者所说的话语中,我们不难看出,伦纳德并不想联手詹姆斯,而更希望独闯一方,除快船之外,76人也是伦纳德倾向的球队, 胡人虽然今夏引进了曾经的东部霸主级人物詹姆斯,同时队中也有龙多、球哥等传球手,外线有波普和库兹马,但是仅靠詹姆斯一人在行尸走肉般的西部难起倒置的飞跃,他们需要再有一名全明星级别的助手来加盟,所以胡人管理层引员的步伐并未停止, 近日,森林郎队的巴特勒,提胡队的戴维斯都对球队表示不满,这一举动无疑就是天赐良机给胡人,巴特勒在近日被传出拒绝森林郎四年1.1亿美元的续约合同,并且对队中堂斯和维金斯等人训练懒散,防守不积极,对争冠毫无想法表示十分不满, 年仅28岁的巴特勒正值巅峰期,上赛季场均交出22.2分5.3版4.9助攻的成绩,可惜首轮就遭到火箭淘汰,可望冠军的他或许会另寻他队,另一边,提胡的当家球星戴维斯,也在近日表示,对球队管理层放走考神和龙多感到不满,据媒体之前的报道, 戴维斯已经在洛杉矶买房了,若胡人真肯交出相应筹码,得到两人其中一个,那么胡人将会如虎天翼,抗衡拥有五巨头的勇士也有很大的胜算。